Hello大家好,这是盖天老师 很久没跟大家聊我的吉他音箱收藏了 所以今天碰巧我的这个MusicMan HD130 经过保养从机身那边记得回来 所以就借此机会好好跟大家聊聊这款几乎被大家遗忘的神奇的音箱 这台音箱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这个神奇的设计速度 其实混合动力吉他音箱并不少见 市面上有很多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的产品 比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Marshall的ValveState系列 和左右的这个BendM系列 但是这些产品往往采取的是前级电子管 后级晶体管的设计 那么如果反过来 前级晶体管后级电子管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有这样的产品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MusicMan的HD系列 就是这样的设计思路 OK在我们深入聊这款音箱之前呢 我想先聊聊MusicMan这个品牌 说MusicMan到底想到什么东西呢 它们比较出名的是它们高端的美产吉他 比如说像是Jump Truchy的JP系列 像是Steve Lucas的签名款 以及它们很出名的一些Bass的产品 或者它们的母公司Ernie Ball 大家会加入它们的琴弦 或者它们的效果器 其实很让人知道MusicMan也做音箱 而且MusicMan从成立之初开始 比起做吉他 其实音箱才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个人就是Leo Fender 没错就是那个Leo Fender 创造了Fender吉他和Fender音箱的Leo Fender 那主打Fender历史的朋友 大家知道在1965年的时候 Leo把Fender品牌卖给了CBS 那么随之之后 Leo却做了什么呢 在1971年的时候 Leo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新的公司 叫做Trisonics 设计生产吉他和音箱 而Leo主要是负责音箱设计者一块 而这个公司日后改名成为了 我们熟悉的MusicMan 而HD系列就是MusicMan 早期主打的核心音箱产品 所以这个音箱设计者 是那个设计了FenderTweed Deluxe Twin Reverb Bassman 等等一系列经典Fender音箱的Leo Fender 那么大家都知道 Leo最后留在Fender的时期 是所谓的Blackface时期 之后被收购之后的Fender 开始转变到了Silverface时期 而Leo在MusicMan的音箱上 继续使用了Blackface的面板设计 也颇具一些的意味 所以从某文件上来讲 这才是70年代 正统的Fender的音箱的续作 不过随着Leo在80年代 自己成立了公司 去做了这个G&L Guitars MusicMan的音箱业务 也就随之凉凉了 之后被EB收购之后 开始专心做吉他了 所以也就有了大家后来看到的 以制作吉他为主的产品线 所以就是为什么 MusicMan这个品牌 其实是很早就有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牌子 都是因为近年来他做的一些 现代类型的技巧 所以就关于MusicMan品牌 和他的音箱的一些背景的知识 那回到音箱本体上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台音箱的最大特点是 前级晶体管 后级电子管 也就是说所谓的前十后代 在70代末期 80年代早期 其实音箱设计界 有过一波的晶体管的风暴 作为当时非常新颖的 这个概念和设计 很多大厂牌 都在当时推出了 晶体管的设计的产品 我猜这个HDC 也可能是受到 当时浪潮音箱的一个产物 我手头的这台是早期的 不带混响版本的 HD130 Bass Mode 那比起对标 Tune Reverb的带有混响版本 这个版本整体比较 类似于Finder Bassman 所以没错 这台音箱也可以接Bass来使用 不过接这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从音箱外来讲 都是一直拥有着 浓厚的Finder特色的音箱 它的后级却是 4跟1L34的130W的功率 它的实际这种感受 还是和Bassman有着不小的区别 其实有一次早期的这种Marshal 特别是这种Plex齐齐的这种GMP的感觉 融合了晶体管前级 干脆明确的音头 但是同时也拥有电子管 后级放大带来的自然压缩感 和温暖的音色 以及100W的后级带来的 这种非常开放的headroom 将晶体管和电子管的 各自的优势结合在了一块 就算放在今天 也很少能在市面上 找到类似的产品了 其实我一直并不是非常理解 为什么市面上 像这样设计的产品那么少 大部分产品都是前级电子管 后级晶体管 但是比如说我们说的管位管位管箱的这种味道 我个人理解 大部分其实来自于后级管的这种自然的压缩 而前级其实并不是非常依赖于电子管 比如说的一些晶体管的前级 比如说我们的过载时针前级单块 甚至一些数字模拟的前级 其实都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效果 而后级电子管这种非常自然的压缩和增益 是非常难模仿的 所以如果让我去设计一款混合动力的音箱的话 我应该会倾向于选择前级晶体管 后级电子管的设计 因为如此 虽然这台音箱是非常浓厚的分道特征 但是它也极具自己的特色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款音箱的前级面板设计 是非常经典的这种分道的双通道逻辑 有一个Novo通道 有一个Base通道 每个通道有自己的两个高级增益的输入口 和这个Bright开关 前级增益旋钮和三段均衡 那两个通道共用了一个Master后级音量 和一个Deep开关 是一个低频的控制切除开关 一般来我会把这个Deep永远都是打开的状态 Novo通道是用了比较多的一个通道 是一个非常分道感觉的通道 非常均衡的EQ 非常适合当作单款平台来使用 特别是接一些过载或者法子类的单款 吉他地方是用了比较多的一个文化 吉他地方是通道的 吉他地方是成功的 吉他地方是杯烈击抗 吉他地方是用了比较多的1个 吉他地方是用又重来的 吉他地方是用了比较多的5个 这种目的 要跳得透过 最是河そう effect Zither Harp 当你单身把它当作一个clean音箱来使用的时候 也非常适合玩一些blues、funk、R&B类型的音乐 非常适合吉他 当然如果你把它的前级后级声音度开到足够大以后 它也可以制造出类似于Funda Bassman 或者早期Marshall Plexi的前级过载的效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Bass 通道的更多是给Bass乐器所设计的 拥有明显更多的低频 中片更加的凹陷 更少的压缩感 音色更加的简单和直接 结果之下之后 它的声音会稍微显得有点深硬 但是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种音色的选项 那么这款HD系列的当时有不少大师选择使用 使用比较著名的有Mark Knopfler Eric Captain 还有一位是英国的著名的香测家大师 Albert Lee 同时他也是当下 Music Man其他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顺带一提的是 当时我买这台HD130的时候 卖家其实告诉我这台音箱是Lee 当时演出的时候使用了设备 上面的标记也是例子以化的 那当然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我也没有太当真 不过如果这是真的话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台音箱 作为吉他音箱设计之神的作品 作为被诸多定义的吉他音色可能性的 大师所亲爱的产品 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购买出道的话 我推荐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 这个系列的音箱 首先这个音箱几年前 有生产过这个复刻版本 你可以买到Combo版本的这个复刻版 虽然现在停产了 但是网上零星还有一些的货源 其次呢 如果你选择老音箱的话 老款是可以选择分体或者一体的 以及有不同瓦数的 不同版本的可以选择 它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也相当的实惠 基本上都在万元以内 可以算是物美价廉了 所以这就是关于MusicMan HD1300音箱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 这款有趣的音箱 那这边是别说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三连点赞 转发之后的创作 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电视台内容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我 我是干天老师 你们下期节目再见